歌林 《人多前书》第十四章 你们要追求爱 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 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 那说方言的 原不是对人说 乃是对神说 因为没有人听出来 然而 他在心灵里 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 但做先知讲道的 是对人说 要造就安慰劝勉人 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 做先知讲道的 乃是造就教会 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 更愿意你们做先知讲道 因为说方言的 若不翻出来 使教会被造就 那做先知讲道的 就比它强了 弟兄们 我到你们那里去 若只说方言 不用启示 或知识 或预言 或教训 给你们讲解 我与你们有什么益处呢 就是那有声无气的物 或消或禽 若发出来的声音 没有分别 怎能知道 所吹所谈的是什么呢 若吹无定的号声 谁能预备打仗呢 你们也是如此 舌头若不说 容易明白的话 怎能知道 所说的是什么呢 这就是向空说话了 世上的声音 或者甚多 却没有一样 是无意思的 我若不明白 那声音的意思 这说话的人 必以我为话外之人 我也以他为话外之人 你们也是如此 既是切勿属灵的恩赐 就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 所以那说方言的 就当求着能翻出来 我若用方言祷告 是我的灵祷告 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 这却怎么样呢 我要用灵祷告 也要用悟性祷告 我要用灵歌唱 也要用悟性歌唱 不然 你用灵祝谢 那在座不通方言的人 既然不明白你的话 怎能在你感谢的时候 说阿们呢 你感谢的固然是好 无奈不能造就别人 我感谢神 我感谢神 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 但在教会中 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 强如说万句方言 弟兄们 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 然而 在恶事上要做婴孩 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 律法上记着 主说 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 和外邦人的嘴唇 向这百姓说话 虽然如此 他们还是不听从我 这样看来 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 乃是为不信的人 做先知讲道 不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 乃是为信的人 所以 全教会聚在一处的时候 若都说方言 偶然有不通方言的 或是不信的人进来 岂不说你们癫狂了吗 若都做先知讲道 偶然有不信的 或是不通方言的人进来 就被众人劝醒 被众人审明 他心里的隐情显露出来 就必将脸伏地 敬拜神说 神真是在你们中间了 弟兄们 这却怎么样呢 你们聚会的时候 个人或有诗歌 或有教训 或有启示 或有方言 或有翻出来的话 凡事都当造就人 若有说方言的 只好两个人 至多三个人 且要轮流着说 也要一个人翻出来 若没有人翻 就当在会中闭口 只对自己和神说就是了 至于做先知讲道的 只好两个人或是三个人 其余的就当顺思明辩 若旁边坐着的得了启示 那先说话的就当闭口不言 因为你们都可以 一个一个地做先知讲道 教众人学道理 教众人得劝勉 先知的灵 原是顺服先知的 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 乃是叫人安静 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 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 因为不准他们说话 他们总要顺服 正如律法所说的 他们若要学什么 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 因为妇女在会中说话 原是可耻的 神的道理 岂是从你们出来吗 岂是单临到你们吗 若有人以为自己是先知 或是属灵的 就该知道 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 若有不知道的 就由他不知道吧 所以我弟兄们 你们要切勿做先知讲道 也不要禁止说方言 凡事都要规规矩矩地 按着次序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